根据创世基金会的统计 卧床的植物人一天要用掉10到12片的止尿布 才能够保持身体的清爽 对家属来说是一大负担 高雄市有一间幼儿园在得知消息之后 就举办了一场抢救止尿布大作战 希望以实际行动帮助植物人家庭 为社会公益尽一份力量 才刚行完321 小朋友早已蓄蓄待发 往前冲刺 只为了这一箱箱跌得高高的止尿布 因为园长曾经告诉过他们 止尿布对植物人非常重要 每人付出一点点就可以累积成为大力量 帮助植物人 为什么要帮他们 因为他们要尿尿 没办法起来尿尿 那你今天这样会不会很辛苦 对 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止尿布 照顾植物人儿子超过35年的林女士 不断感谢创世基金会成年支持协助 因为植物人无法自理 为了维持清洁 一天就得用上10到20片止尿布 无疑是沉重负担 有了创世帮忙 我那个就不用这么累了 就是一天洗差不多一次而已 而且那个创世给我的那个止尿布 我就可以跟着搭配这个一起用 那他们在照顾过程里面 其实都非常舍不得用止尿布 因为几乎两个小时翻身 就要换掉一片止尿布 那很多家庭其实常常舍不得 但是因为尿在那个尿布上的尿汁 会造成皮肤溃烂还有清洁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些家庭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照顾来服务的时候呢 也就会送止尿布给他们 一直以来都很支持创世基金会的 杰尼尔幼儿园近期得知 照顾植物人取尿布需求量相当大 特别举办抢救尿布大作战 孩子家长一起发挥创意 鼓励孩子从小就发挥公益精神 我们影片欣赏 然后再透过讨论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植物人 所以我刚刚就问说 你们知道什么是植物人吗 原来他们是像植物一样 他们有生命可是他不能动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很像他们是小baby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是需要被帮忙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不断的活动 他们能更了解而且能落实 这样是最重要的 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小朋友开心把大家一起合力募集的 植物料部捐赠给植物人家属 或许还自懂非懂 不过扇形早已重在小小心灵 期待广为发酵成长 帮助更多植物人 为他们带来阳光和希望 港督新闻王宿罗绍军 材宝报导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